開始的時候,我們先打開我們的圖層 看到我們的圖層有圓圖 001跟002,001的部分 那圓圖的部分就是我們原本的彩色圖 所以我們原本的彩色圖關掉之後 我看到001的部分 它是呈現於這個樣子 我們要打的白底 那002也是我們要打的白底 那它是屬於就是 在這個海踏身上的那個 周圍的部分 那個局部 局部的那個白色 我們先把圓圖關掉 先從一個一個來 然後從002開始 我們先選取 用選擬棒的方式 然後選取到 它的 它全部的 有打特別色的部分 特別色部分 我們把 把它的顏色設定為新增色票 然後為特別色 特別色有色為002 按確定 好了 那我們在這個特別色部分 設定好之後 它會呈現一個三角形的形狀 有沒有 代表002的這個 等於是 我們塗層裡面 002的部分 然後再回到 001 就是我們另外一個要打白的部分 也是用選擬棒 然後選取 顏色 選好之後 再回到了 我們的那個 再新增 色票 變成了 001 那是特別色的部分 按確定 這樣完成了之後呢 那我們再回到 塗層的部分 然後把原圖打開 然後把這些眼睛都打開 如果這些眼睛沒有打開的情況之下 我們進到 Photoprint裡面的時候 是 看不到 看不到那個 特別色的部分 我們現在選取的 現在來選取原圖 圓圖之後呢 我們在視窗這邊 在視窗 然後移到下面的屬性 點開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 疊印填色 它是呈現1字的符號 我們把它按下去打勾 打勾之後 那我們開始再存檔 存檔 這樣就完成了 打勾 我們聚焦 看看